哈喽 大家好 我是焦眉甲的清潜老師 今天手把手跟老婆分享一些我平常愛用的產品 首先跟大家分享這一罐 這一罐是樂福眉甲出的硬式建構上層 它是真的是太好用了 所以我在眉甲的時候立刻又買了大罐的 真小罐的 那這一款的話它本身比較黏稠一點 看一下 它本身是比較黏稠一點點的 但也不至於到黏稠到沒有辦法自品 那本身做建構上層我覺得是好用的 但如果很追求亮度的同學的話 還是要另外再放上層會正好 可是我覺得一般男人就夠了 那為什麼我會超級推薦它的原因是因為 它黏鑽真的是太好用了吧 它真的是超級牢固 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甲片 這甲片上面的小豬豬很小 你們可以看到嗎 那小豬豬都非常非常的小 那這麼小的小豬豬我們都知道它其實比較容易掉 你就只有用黏鑽膠黏一黏 也不是黏鑽膠黏的 我常以為它是黏鑽膠 但其實這樣不是 它是硬吃上枕 這樣子摳 這都不太會掉 其實它這麼的小 它都不太會掉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薦 真的是很好用 然後另外我很推薦的就是 這個模板 鑽石模板我本身有兩隻 那這個鑽石模板的話 它在修行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優異的 因為它不太容易彎掉 它跟我們一般的這種模板不一樣 一般這種模板就是這樣 就會很容易彎掉 所以在修行的時候是修不直 而它就不一樣 它雖然有彈性 但是不會很容易彎掉 它修行就可以修得很直 所以非常值得做手機 即使一支要1700 也是一定要買的 那再來另外跟大家分享的 內涵的當推 內涵當推 這也是我很推薦的 不論是這一頭 還是這一頭 都非常的好用 那它鋒利度也是很高的 所以新手在使用上的話 要小心一點點 那黑色鑽石是破版本的 它比較鋒利 所以推起來也是很快速 就很好用 推薦給大家 再來另外一個要推薦的 這個就比較便宜了 這個是OMI的乾皮店 那我都習慣使用單叉 口徑12的 我喜歡小口徑一點的 那單叉也使用 我比較喜歡 那今天的這個分享 就到此結束 這些都是我真心的 好喜歡的產品 非常推薦給各位同學 一起做參考 那如果喜歡我今天支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點讚 訂閱關注我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先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是Iris 關注我 沒假的路不迷路喔